哈喽大家好,很开心又与大家见面了 今天钱大大要带大家到尔湾的大公园 Novo Park来看一套边间的独立屋 这套房子为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它就在鼎鼎大名的Novo Park的Garage 也就是他们的咖啡厅,他们的会所,他们的休闲厅 同时呢,对面呢,旁边还有一个公园 所以呢,这个绿地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呢,是在它三楼的部分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看看里面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这套房子呢,很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有两个院子的 一刻呢,是所谓的前院 那么大家可以坐在这边聊天啊,沉凉啊,对不对 然后呢,后面呢,还有一个院子 这里呢,只是一个客厅的落地窗 所以呢,也可以朋友来家里的时候呢,可以从这里进来 这套房子呢,采光非常的好 而且位置也非常的好 全部呢,都有升级 大家可以看到柜子都是到顶的 这是淋浴间 这套房子有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层高特别的高,所以特别舒服 同时呢,它做的这个升级的这个地面呢 感觉上呢,像是大理石 所以呢,也是非常的典雅 我们上二楼的话呢,都是 木地板 这层楼呢,就有三个房间 我们先来看看主卧 主卧呢,也有一个进门的地方 农池呢,主卧有一个小的阳台 非常的舒服,可以看到公园的部分 然后这里是主卧的卫浴 也是一个很大的浴缸 然后呢,布露式的衣橱 还有呢,就是淋浴间 淋浴间也蛮大的 而且呢,大家注意到 所有的这个色系配色 都是设计师挑过的 所以呢,非常的现代 可是呢,又不会很冷酷的感觉 接下来呢,就有两个次卧 房间也蛮大的 那现在屋主呢,还住在这里 所以这边是共用的卫生间 都有窗户的卫生间 然后这个房间呢 就是因为是边界嘛 所以它的采光啊,特别好 整面墙都是窗 接下来呢,三楼呢 就是所谓的休闲厅 所以呢,它们有非常多的 看电影的部分 所以呢,现在这任务主呢 放了很多 就是电影的海报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阳台 所以呢,平常呢 这边,它们这边有一个电视 是就是平常 可能就是看电视的时候 然后呢,这边 登登登 就像一个家庭剧院 最棒的是呢 这里呢,虽然是三楼 可是呢,它还是会有一个卫生间 所以呢,就不用跑上跑下的 而且,记得 每一个卫生间都是有窗的 那我们来看看阳台的部分 所以呢,记得吗 我们的主卧有个阳台 我们这里也有个阳台 而且阳台的尺寸也蛮大的 所以呢,非常的舒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